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0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节目 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们应该相信中医吗?这个题目其实是今天上午的直播 网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我本来是想 找个时间 专门来讲,但是呢因为 我又怕我忘了,因为我就想赶紧做,本来想明天会员直播做 但是我想这个好像大家关注度比较高,放到会员直播里面 好像有点 接受的受众太少了,我觉得还可以啊,效果还不错 所以他没有变形,他没有广角 所以 这是我安排的另外一个直播的场景,我想 我们就用这个新的镜头,然后在这个场景当中 我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跟大家沟通交流,好吧 那就是我们下午就 就试试看吧,就把这个话题讲一讲,那我先声明一下 我只提供我的想法,我不一定是对的,我只是,我有一些思考,我也有一些经历 那么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和我的经历 那么中医 中医的争议非常大,那么现在这个中国也大力在推这个中医 那么中医其实有不同的概念,我先把中医的概念先理一下 我们在描述中医的时候经常会概念混淆 我们标准的中医的概念就是传统中医,就是 中国几千年 流传下来的中医,那叫传统中医 传统中医这是一个概念,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还有一种中医就是现在 你看到的医院里的中医,医院里面就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那个中医跟我说的这个 传统中医是有区别 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那个不是我今天 我们今天讲的中医,我讲的中医就是我们 传统中医 传统中医 那么中医,我们今天讲中医是不是应该相信 应该还要包括中药 应该中医中药,所以我们统称叫 中医药,因为没有药你光医也没有用 你最终还是用药物治疗 所以有中医药,所以我先界定清楚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应该是传统中医药 这是第1个 省得到说我们沟通成本太高,这是第1个 第2个 科学 有很多的 很多对中医 觉得中医不可信的,其中有一个批评中医的地方 讲科学 中医不科学 其实这个判断是对的,中医本来就不科学 中医就不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 科学就是人类,我今天上午讲 科学是人类 探索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方法论 人类探索这个世界呢有很多方法论 就不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叫科学昌明 就科学很发达,因为人类发现 科学这种方法呢 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发展和认识这个世界 科学的核心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实证 就是你可以不断的重复 如果这件事情你发现是这样的,你在同样的条件下,你可以不断的重复这叫科学 所以科学呢是实证主义 那么 但是 科学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正确的方法论 这个 大家 就是很多网,我们叫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科学 穷尽了解这个世界 这是不对的 这个世界超出我们的想象 也太庞大了,人类其实非常的渺小 我们只是找到了其中一个 我们认为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方法 但是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哲学 比如说宗教 等等很多很多的方法 都不科学 都是不是科学 宗教不是科学,所以我们认识这个世界 接触这个世界 和这个世界建立的这种联系 有很多很多的种 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未知的部分 如果你要觉得 我人类已经 认识的这个世界 那你就对这个世界 的这个理解就太狭隘了,所以 科学是人类 到目前为止 最有效的一种工具或者一种方法论 这是第1个 所以呢 不是说 不科学的东西就不可取 不是的 不科学的东西也 不科学 不一定就是错的 这是一个观点,所以我先讲清楚 就是说 以 中医 不科学 这个理由 来否定中医,这是不对的,我比喻是什么,比如说 科学是尺子 这个 中医是什么,中医是量杯,但是这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工具 量杯有量杯的方法 尺子有尺子的方法,你不能用尺子 去衡量量杯是不是正确 这是不对的 所以 我们要讲清楚 中医 不是科学 如果把中医科学化 那就是对中医的否定 中医本身就不科学 整个的方法他就 不是个科学的方法 所以呢 以中医不科学这个理由去否定中医是不对的 这是第2个 第3个 现在你在中医院看到的中医就不是我们传统的中医 现在你在中医院看到的中医是科学化的中医 和我们传统中医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 望闻问切 是和中医的 中医的这个价值观相匹配 中医讲的是什么 中医讲的是有点像这个黑匣子的理论 就是我不打开 我通过外部的迹象 了解内部的状况 就是望闻问切 那么现在你在中医院会让你干什么 你拍个片去 你去验个血 你去验个尿 验血验尿拍片是干什么 是直接切入到身体里面去,就当然切入这个方法的问题 就是直接把身体打开给你看 那就是科学的方法 西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第一大背景是科学 什么科学,解剖学 解剖学是什么 就把人的身体打开 每个部件搞清楚 这个部件是干什么的 这个部件是干什么的 这个部件跟这个部件之间什么关系 他们中间是怎么样的激励 那么你生病了 从这里到这里出了状况,这个血管堵了,那就梗塞 梗塞我用什么,我用相应的办法把它通开 这中医的办法,中医的西医的方法论叫 解剖学 建立在解剖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就是打开来看 中医是什么,中医不打开 通过迹象去分析 这完全不同的方向 所以你现在在中医院看到的中医 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讲的传统中医药 它已经是被科学化的中医了 所以科学化的中医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那个有没有效呢 你们自己体验,我不讨论 这是第一个,我们只讨论我们讲的传统中医药 中医的传统 那好 传统的中医药,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很简单,它其实跟我们人类 跟西医 发源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就是 你是一个人群 你这个人群一定会有人生病 会有人生病呢,那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认识 没有认识就觉得 这是个未知的东西 未知的东西,那可能就要用未知的方法去治疗 所以医者近乎污 就是医术是从污那边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 很多像 藏药也好,就像其他的什么药也好 他医跟污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明显 不是很明显 很多在治疗之前要 要拜神啊,要做很多的法术啊 然后再来治疗 所以医跟污其实没有绝对的界限 所以 就是人在生病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个方法,管用 管用他就用下来 这是一条 就是 他未知的东西,这首先发生了他未知的东西 所以医跟污 区别不大 就距离很近 这是第1个,第2个 中国人 中国人有个价值观,叫天人感应 就是 我的身体 和 天 是相呼应的 和这个自然 和外界是相 我的身体 会反映这个世界的运行 所以你可以看,阴阳五行,在身体里面也是阴阳五行 经脉跑的就是阴阳五行 世界也是阴阳五行 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 是这么看待世界的 他也这么看待他自己的身体 他看了这个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他就用这套方法 来解释身体现象 这就是黑匣子 就是身体变成一个黑匣子 他用一套方法论 来理解黑匣子里面运行的规律,所以 你可以看到 中医药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个著作叫《皇帝内经》 《皇帝内经》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在解释这个 运行规律的东西 所以他一开始 从一开始 他就已经有了 就是他 当然他是个演进的过程 但是你可以发现,其实中医 中医就是 在整个的中国人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 他是一个 他是个鲜艳性的东西 就是说 他已经有个既定的东西在那里 就是我认为 我们认为 这个天人感应 我们的人体跟 自然界跟外界跟天是有呼应的 这是第一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是说 他的方法论 是和他的价值观相匹配 所以这一套东西就是这么下来的 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电脑 电脑主机 和你的显示屏一样 电脑主机是什么?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天人感应 就是这样东西,这个就是主机了 然后反映到你的治疗的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叫显示屏 那好了 那他有效吗 他当然有效 没效的话他就不断的调整 调整套他有效为止 所以其实 有效与否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伪命体 什么叫伪命体 因为有效与否其实是西医的概念 什么叫西医的概念,就是说 我有没有把这个病治好 这就是西医的概念,西医把这个病治好了 中医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说我把这个病治好了,是 你这个身体 运行当中出了一些状况 我呢 做一些调整 让这个状况正常化 这个正常化,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搞定了 不是 就是西医会以为你身体长了一个瘤子 做一个手术咔嚓一切 好 你一切 这个瘤子没有了 身体愈合我就好了 他有个实证的结果 中医不是 中医它是 你的身体出了毛病,我来调整 其实调整的还是你身体自己,自己给自己调整 调整到最后OK了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所以 他能不能治好病这个概念是个西医的概念,不是中医的概念 中医的概念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经常,我们现在 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呢?我们脑子里装了两样东西 一样东西是西医的各种标准 各种判断 判断系统 然后呢你再讨论一个什么呢? 讨论一个中国人的另外一样东西,不科学的东西 不是科学的东西 然后你经常用这个不是科学的东西的标准 去评判中医 科学吗? 不科学吧 这本身这个动作就不科学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用科学的标准去评判中医 行还是不行 可不可用 有没有效果 好不好,坏不坏 其实都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是你那个东西 他是一个体积,你是一把尺子,你怎么量得出来 其实量不出来 或者他是一个重量,你是一把尺子,你怎么量得出来 这是第三个 其实现在我们在讨论中医的时候 用的全部都是 科学的标准 这对中医是不公平的 这是 第3个,第4个 那么中医到底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他呢 这里面有 有三个因素我们要考虑 就是说 第1个因素 你要相信中医 你相信天人感应吗 你相信 阴阳五行吗 你相信他的各种理论吗 你要相信他 你要相信中医的 你要相信中医是不是 你要要接受中医这个 这个 方式 治疗方式 你就要从头到尾都得相信 你不能相信中间一截 因为他是个体系 他整个的体系 中国人经常讲 中国传统里面经常讲 性则有 不性则五 科学吗 不科学 但是这是另外一道方法 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像我们长的卖了一种 你手上系个红绳,大家都知道的吧 系个红绳就好了 有很多你无法解释的东西 为什么 科学没办法解释 科学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其中一个方法 他不能解释所有的东西 所以有些东西呢 所以你讲 中医你要接受中医,要相信中医,你就要相信 从源头开始相信到现在 这是第1个 我们讲 我们要相信中医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你得从头开始信 你不能只信中间一截 我只相信 我只相信中间你开的那个方子 那不行 那不对 开的这个方子背后是有道理的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医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 大家很 大家其实都望闻闻切 不复的,但是 其实中医里面有很多我们 现在已经不讲的很多道理 为什么不讲 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生存状态已经 已经没有这种条件 我们今天看个病,要不要先去 制个骰子问一下 你会这样吗,你不会这样吧 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经 非常科学化 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以前 中国人的那种生存方式 早上起来上炷香 或者是 隔三差五我得去庙里面拜一下我的祖先等等,我们已经不可能 不可能回到那种生存状态了 所以实际上呢,中医他原有的生存环境 或者说我们讲 让他行之有效的那个条件 大部分不存在 大部分都不存在 所以 所以我们经常,我经常劝有一些朋友是什么的,就是说 我身边有很多笃性中医的人 我经常跟他们讲 我说如果你不去烧香 你不去祭祀 你不去拜天 你行中医 不make sense 你说是不是个道理 那是中国人的 那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你必须有这样的价值观 你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 建立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 而这些价值观 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 和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是有关系的 和他的行为模式是有关系的 你不能把那个全部都不要 我只要中间这一截,那不行 那你这个就未必有效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个道和树的问题 就是 中医是医道 我们讲医道,医道讲的是我们行医 要有一个方式 要有一个系统 这套系统 很多条件 这是道的问题 然后剩下的就是开方 把脉 望文问切,最后开个方子 这是树 和道之间的关系 道现在有没有呢 道可能现在就没有了 因为现在呢,我们现在很多 学中医,理解中医呢 只理解树 没有人跟你讲道 就算是你的老师 他也忘记了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道是什么鬼 那你就剩下了树了 树只追求一样东西 就是结果 你这个上火是吧,上火行来给你个药 这个叫什么,叫什么鬼,忘记了那个药 你吃这个 拿回去吃好了,搞定 就剩下了树,中医现在,你现在看到的 中医 就 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传统中医药 就剩下了树了,就已经切掉了 后面的那个庞大的系统就已经没有了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药的问题 中医 我就算他损失了95%,剩下95%也是有意义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就算这个树还在 中医也难 也难以维持,为什么 药不行啊 药为什么不行,我怎么知道这个事 我有个师兄是做药 做中药 他开了一个非常大的 就是 药材公司 他原来是 他原来留学日本 那就帮这些 大家知道,其实最好的中药不在中国 最好的中药在日本 为什么 日本人,日本的中药 他要求药材品质好 所以中国的中药,你说 再怎么名气大 也没办法跟日本的 中药比 他们叫汉药,汉方 比,为什么 因为中国 药厂 中药厂 的原材料 跟日本人 的原材料要求比,那差 天差地别,这不是我说的,他说的 他干什么,他留学日本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 日本人呢,就要买很多的中国的这个药材 他就委托他 他呢 他老婆呢 是一个市委副书记 所以呢,他就在当地呢就有影响力 那日本人呢就说,这样吧,我把钱给你 你就帮我去买药材 买药材呢,顺便帮我再 做一些出家工 然后再 再运回日本 我给你钱 你先买药材 买了药材,然后你自己开场 我给你一笔钱,多少钱呢 那个时候大概给了个 我印象中,他跟我讲大概五六千万 人民币,很多钱 当然他们相信他,他能做到,他的确是非常能干 他拿到这笔钱以后,就开始禁药,禁药材 各种各样的药材 他根据日本的需求 进药材,进完药材以后,他就开始准备开场 就准备 准备就是弄些小厂子 结果他进了药材以后,这个当年,就是这个进药材的过程当中 中国的这个药材价格,康昌一下涨了多少 涨了10倍 他那个五六千万呢 五六千万 就变了五六个亿 所以我们经常讲,人要是运起来了,你就挡都挡不住 他就一下子 他五六千万 都是别人给他的钱,结果变成五六个亿的 药材 他就把这个药材呢,他就用这笔钱 涨起来的钱 开了个工厂 开了个什么工厂 药材厂,专门做药材的 中药材的加工 中国的中药材加工有非常大的问题 第1个 现在的药 就是现在的药农提供的药材 跟以前已经没有办法比了 就是药力就没办法,就是那种 那种催呀 催呀,打农药啊 打肥料啊,让他长得快一点 就药力已经不行了,这是一个,第2个 污染啊,就是那种农药啊,这种化肥啊,农药的污染 还有是什么 硫磺的污染 为什么硫磺会有污染 硫磺是 不让他发霉,中药材最大的问题是会发霉,因为放在内有湿度 有湿度他就会发霉 发霉怎么办 上硫磺,一上硫磺的药材就被污染 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 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市面上 看到的,你去普通的这个药房拿的那些药材 基本上 两个字 垃圾 就是 既没有药效 也不安全 污染非常严重 全部都是这样 我那个师兄跟我讲,他说 我现在做的这个药厂 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库房 他进的库房是什么库房 有冷气的库房 就是又是空调,装空调,装空调的目的是什么 保持通风,保持恒温 低温,相对低温 就不会 就不会发霉 不发霉就不用打硫磺 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呢,现在的中医药呢 毁在哪里呢 毁在药这里 那头没有了,这头也没有了,中间 只剩下了一个树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中药呢,其实现在 传统的中药到现在已经 没有太 就是你现在吃到的那些东西,第一个药效不行,第二个不安全 还有一个就是弄虚作讲的太多 所以药这块 怎么说呢,已经是不靠谱了 但是我们当传统上,我们还会很多的药,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日常的会有很多的药 比如说牛黄解毒丸经常,这是家庭常备的药,我自己就会用 所以实际上现在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中医,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医已经不是传统的中医,这是第1个 第2个 现在我们吃的中药已经不完全,所以他现在,我那师兄看他开了一些 他开一些药店 就是用他自己的厂子里生产的药店 但是他的那些中药就非常的贵 有多贵 也别贵10倍 就是你1块钱,在那外10块钱 甚至十几倍 他说 他跟我说的观点就是 他说你记住 如果你现在按照市场上那个价格 来买中药 实际上 都是不行的 因为那是不安全的 现在的中药,从那个种植开始,你就得他自己去跑去种 种的药材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我认识到的中医药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说 中医作为中国人,我们会有日常,我们中医中药 是我们生活的方式之间,我经常去 推拿,就是中医呀 推拿,捏捏肩膀 脖子崴了,我以前经常落枕 那我就是这个医院里面中医推拿科的我是常客 经常 落枕就去 医生给我按一下 就是这样 中医 我是我们中国人的其中一种生活方式 你信不信都好 你都得面对他 这是第一条 第一条 所以 完全不接受中医 以中医不是科学这个为道,为理由,不接受中医是不对的 中医本身就不是科学 是不科学 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不科学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所以 科不科学不是我们能不能够接受他的理由 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我们不认知的方法 所以 不能够以他不科学 来评判,把中医科学化呢也不对,为什么 把中医科学化并不是 中医现代化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的颠覆了他的方法论 中医可以现代化,这个没有问题 中医是可以现代化的 但是中医把中医科学化之不对 所以 所以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中医,我们看待中医就是两条 第一条 维持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传统的很多 中医药,什么乌鸡白凤丸啊,什么这个牛荒解毒片啊 什么 还有什么,我现在经常喝的是 念慈安,穿杯琵琶路啊,这些 我们继续用,没问题 但是 我们在面对更 更广泛的使用中医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本账 这个账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中医 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中医 有很多已经变了 那你就不能用中医的要求去要求他 所以你要警惕,要小心 小心在哪里呢?就是 你要知道那不完全是中医 那是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觉得靠不靠谱 不一定是中医不靠谱 是那个东西不靠谱 中医有他的 中国传统历史上有很多名医,能治很多的病 能有很好的这种 大家对他很信任 很依赖他 这很正常 这很正常,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这样的 过程 所以你也不能因为有这些民医,所以你认为中医现在还有效 但是 我们在面对中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 中医的特点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可以用的,哪些东西我们尽量用西医 西医有它的效率 两者 两者之间完全不一样,可以并行不备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什么 好吧 那我们今天我就大体上 我们也讲了30分钟 好不好,那么我们就进入互动,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后台 我就看看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大家有问题,有观点 我们还是那句话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大家发上来,我来念一念,然后我们再沟通交流一下 那么在此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我今天呢,我也是想 就说 大家经常想知道我想,平时是怎么个 这就是平时,我平时是穿成这个样子的 我做节目才会 穿正装,那么平时我也是 那么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发上来好吗 那我们看一下 点个赞呗 好了,我来看一下,从头开始 观点,科学是可以验证的结果,不可验证,不具有重复性 都不称为科学 这是和中医一人一方 不可比性,非常正确 提问,我也是四环速受害者 跟多年前,我曾经在网上提议,全国受害者集体要求 国家赔偿,可是根本没有人响应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美国民众会怎么办 美国民众会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道会怎么办 不清楚 怎么发红了 光线有点不大好啊 我来调调看 我们现在这个灯呢,蛮先进的啊 这样可以吗 OK 好,我们把色温调一下 不打观点 前面没有两个字我不念啊 情况,小时候八九岁的时候得了气管炎 挺严重 休学半年,吃了很多药,没见效,后来父母很下心 带我去扎针灸 痛得我泪流满面,咬牙切齿坚持下来,三周左右见效了 直到40多年的今天没有复发过,中医我只相信针灸 后来也得过不少中医 中国人呢就 就还是 不听广告,听了笑对吧,所以 怎么说呢 也许有 我们会倾向于选择 选择记住我们希望记住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留下来的记忆都是我们想记住的 但其实你过去的 生活未必是你记住的那个样子 观点,如果 无数传统医学也要相信的话 那没有什么不幸的了,这种缺乏理性思辨的 亲信的对世界的理解释 会产生恋事复返 会 对个人来说会在生活中增加很多的风险 比如陷入骗局,对一个族群会做出不理性的选择,比如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跟中医的关系,那你也是很厉害了 我是没看到他的关系是什么 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当然刀枪不入 刀枪不入也是一部术 但应该不算是医术吧 看一下啊 好,谢谢 看看 观点,在中国信不信中医是 是否忠于中华民族文化,至于是否爱国的问题 并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简单的说 屁股问题 不是脑袋问题,我没看懂 我没看懂David你的意见是什么 你再说一下 所以没有后台是效率低一点啊 我学中医一年,觉得满本书都是胡说八道,理论都是自圆其说,毫无逻辑 对于现代人来说,要理解中医太难了 我的同学们在 在医学院当医生,说中医师其实也要依赖西医检测手段以及西医 完全脱离西医西药的中医 在学院派中医是没有的 那已经不是中医 那已经不是中医啊 汉语里要讲整治,整就是整 治就是治,这是两个环节 这两个环节,哪个环节不过关都要出事的 有谁知道这个中医的经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古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西医,到了危险的时候请了先生 把脉啊,然后卖,然后下药 都集中在这个大夫身上 现在哪有这么大能者,到哪去碰 以前没那么多人 也没那么多医 所以呢 所以以前 每一个人,每一个症状开一个药方 然后呢开个药方,吃完之后看看效果怎么样,效果再调整 慢慢调整 如果方向对了,那就往下走,方向不对,我再调个方向再去 再往下走 这都是中医的一些方法论啊 那现在,你像让现在这些 年轻人 完全没有传统的文化的基础 去理解中医真的有困难 你就算以前,以前读书人 读书人基本上都能自己给自己开个药 去说,为什么,因为他有 后面那一坨都在嘛 就是看看医书啊,看看理解理解啊,开个药啊,试试啊,发现有管用的话,可以 所以以前的读书人 很多人自己 给自己开药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现在的 有人给自己开药,开吸药吗,那是不可能的 观点,我觉得中医的理论基础没有科学依据 方舟只说的是双盲实验很重要 这是验证中医的唯一方法 这是不对的 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中医 那相当荒谬嘛 他不科学嘛 这本身就不科学了 中医不是科学 中医不是科学 如果把中医列为科学,用实证去检验中医 那叫原木求鱼 OK 家父生前就是北京病理学专家 因为讲了王先生同样对中医药的看法 结果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 大优派,医学界的大优派 就是其实 老实讲啊 中共建政,1949年中共建政到现在 中医算断了根了 为什么 主机没了,主机被抛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 中国传统文化已经 消灭了 当你传统文化消灭的时候,你中医的 这个背景没有了 那你中医只剩下了数 所以实际上 现在你想找好的中医,我觉得很难 要加观点啊,不加观点我真的不念啊 中医自东汉张仲锦之后 便沦落为很多人口中的骗子 去今天的北京大型中医院看病 居然要按科挂号 已经 远远违背了 中 古代中医体的本意,真正 重疾 引伤寒论 使用中医来帮助人体排病,而不是对抗病症 是利用 病痛给出的对抗性的 留下的后遗症很多 谢谢王先生客观的评价 推荐一本书大医治检 大体上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中医,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医就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 传统中医药 我再来看啊 有加观点我曾经 其实西医治病 都有一种用药来杀细菌病毒的刻板印象 其实药只是让人舒服点,很多病只靠人体自己解决 西医才是真正的养生补体 医生会叫你多吃点啥,少吃点啥 好吧 我大博士为老中医,他说开放中医的传承不说 中药是中医的重要一环,现在中医的种植 炮制熬制都已经偏离太多了 换句话说 药效减弱,中医的地位就会弱化 你大博实在是太客气了 中药已经 我是江西人 知道药都在哪里吗 大家知道药都,有没有人知道药都在哪里 药都在张树 在南昌旁边的一个小县叫张树 以前有句话叫药不过张树不灵 这张树很重要 张树是全中国药材的集散地 所以我还是有点发言权 再来 情况,我在第1半 9月中国疫苗与阿联酋合作 免费接种 去接种的几乎都是中国人,我有三个朋友接种了 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个人 感染 感染疫 感染这个肺炎,武汉肺炎 情况 补充上个节目关于疫苗 一 国内疫苗安排出国人员注射,每个人1000块钱 两针一起注射,近期注射要求两针之间 必须间隔28天 国外三期疫苗严格限制年龄身体状况 疫苗注射间隔等 免费提供近2000元补助 现在一直没有给出结果,疫苗都是国产 国药生产 两针一起打 说明什么 让你两针一起打,说明他都知道那个药没有用 他一定是要隔着28天 隔8针打第2针 如果隔28天是可有可无的,为什么隔28天,你想一下这个道理 就知道 所以他让你两针一起打 就是他明明知道那是没有用的 否则他总会这么干 观点 中医的终极目的还是应该是治病救人 到底能不能够治病救人呢 就做双盲实验,在中医上有没有让人信服的双盲实验呢,几乎没有 而西医呢,全部都是有的 科学是 可靠的研究事情的方法 说因为中医不科学,所以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衡量 就像说中国很落后,所以不能用现代 的自由民主的方法去要求 宗教哲学是对世界的认识,没有直接的实用性目的 中药不同,中医不同 有明确的实用性目的,而且不对 不对话 宗教哲学类比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双盲实验那是科学 中医本来就不科学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你还真没见过传统中医 所以才会这么看 你见过传统中医,你才有条件 去理解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没见过呢?因为中医已经断根了,我都说了 所以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 第1个 传统中医,我们不能用科学去衡量,这是第1个,第2个 现在你看到的中国的中医院已经不是传统中医 那你 你选择相信中医 还是选择相信现在的这些 科学化的中医 这是两者不同的事情 其实你要选择中医或者选择中医药 其实要改变的是什么 改变的是你的价值观 你得保留那种价值观 你才会相信他,你怎么相信 就像 你就算现在 你去学习中医理论 老实讲,现在去读中医学院的这些学生们 有几个真正能明白 中医的中医理论 没有几个能明白 为什么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问题呢,是有点 这个跨度有点大 博主水平很高,一句话 问题只有一个,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 西医手术成功,人挂了也是成功,牙痛 蓝尾炎,痛经,大量急诊 中医可以离开见影,但那是传统中医,不是医院内的中医 不过医院内有传统中医,但是其他的原因不能发挥出来 OK 观点,同意王老师关于中医中药材的观点 中医点击里有好些药,其实是从 珍稀动物身上搞的,比如西牛角 比如现在改用10倍量的水牛角代替,但是药效 必然是无法 相匹配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羊角 羊角 我们家就有一根 有没有用呢?什么时候用呢? 小孩子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发烧,用脸上脚刮一点,脸上脚粉 冲一下 真管用 这就是偏发 所以我不拒绝中医 但是呢,我也不痴迷中医 因为我们要知道中医的状况是什么状况 我们选择性的去辩证的看这个问题 我不倾向 我自己啊,我不是一刀切的 我们要知道中医的状况 但有些东西我们该用用 对吗?你说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嘛,你说呢 跳了 观点,补充一下关于概率的问题 中医在有效性的概率上类似于金融市场 你在风险高低到一定程度,或者是差别太大的 市面平均利盈利概率,这基本 这基本骗子 涉及到法律,当然你非要说这是信仰或者是世界观 也是可以的 但是只能去找地下赌场 或者是街头骗局 有这么严重吗 观点,我也没见过传统占星术 但我也知道那东西不靠谱 不能够验证的东西都不能相信,不能拿人民的健康去玩传统文化 这里面就有 这里面就有很 我们要延伸出去,比如说巫术 你相信巫术吗 我相信 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都不会相信巫术,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教育背景就是无神论啊 如果我们是无神论者 我怎么会相信巫术呢 你想是不是个道理 是啊 你能相信 我以前看过中医,一个老中医 他给我开的方子里面有一位药,是什么药呢 就是 去那个草农村的那个草里面 去挖中间的那个 那个泥巴 造草 还有什么药呢,还有这个 这个老鹰的骨头 你听过吗 这里面有很多,中医有很多的 很多东西无法理解 你要去分析怎么分析,无法分析 所以这里面巫也是一样的,巫你怎么分析,你们无法分析,你说 我们不接受那些无法论证的东西,我无法实证的东西,我全部都不相信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人让你相信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 讨论的是 我提供的观点是让你 你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不相信 但是你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 你相信为什么相信 我们得搞个明明白白才行 我们今天做的节目就是让大家要明白 就是说我选择相信,我什么情况下选择相信 我相信之后我会得到什么东西,我们直接要明白 才行 我们讲的是这个 我不说服大家相信,我也不说服大家,一定要不信 提问,如果一个产品不能够确定 是否有效 或者明知道无效也推广众人,那不是欺骗 和骗子吗 所以我还是讲,你还是没有听明白我说什么 就是你所谓的有效和无效,就是刚才双 你说我们要双盲实验 双盲实验是科学 中医不是科学 所以你怎么去让他去讲有效没效 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拿一个 科学是一把尺子 对吧 你是量长度的 中医是什么,中医是个量杯 量的,你这完全 两码事儿,你怎么比较 你非得说我只有科学我才信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信,不信,这个没问题啊 我没去学的,你非得信,我只是说 我们要明白,相信是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得到的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提问 我身体不好,但母亲笃性中医,我不相信中医,但她要我吃药,不吃就不笑 我应该怎么避免双方的冲突 这里面发生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当你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和你妈妈之间的关系就有问题 为什么 很简单 你都已经成年了 你妈妈还在给你拿药,要你吃中药 说明什么 说明你还没有自立啊,你要先解决什么,先解决你跟你母亲之间的关系 你才能把这些问题全部处理好 我母亲从来不给我吃药 从来没给我吃药 他会说你今天头痛是吧,好 我这里有那个ASP,你要不要吃一下 我说不吃,我不想吃,那你先疼一下呗 就是这样 就是 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他可以关心你 但是 他不可以控制你 他是控制你的话 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所以 笑不笑这件事情 你要说服他 你要搞清楚,你要自己要自立才行 观点 现在中医就参考 现在传统的武术就行了 古代依靠他 是不得已 因为没有别的,如果把中医、中医、西医这两个概念忽略 其实是现代医学跟古代医学的区别 好的东西,比如 偏发 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对于大病 就跟考试时候 做提议 一个是有 修理 有据公司算对的,一个是蒙对的 但蒙对没有逻辑,所以不能复制 好吧 还是想说服别人 加化肥 药效大有问题,连中医都不知道多少量才对 是这样 但是中医没有理论这是不对的,中医是有理论 中医有理论 有方法 这个我不同意的观点 终于绝对是有理论的,所以 有经验 有理论 西医也有经验,谁说西医没经验 你现在看看现在医院看病的那些大夫 那哪用他看,我都能看,我拿本书来 去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我验一遍,中间这个数字不对,我就知道是什么病了 那叫看病嘛 那个都不叫看病好不好 最后 最后咱们再念两个就结束好吗 观点,如果现代国家的方法是科学的,那么我们的医保应该也是以此为基础 那么中医作为一种有争议的治疗方法,至少应该从医保中剔除 你讲的那个中医 就不是我讲的那个中医,你现在讲的那个中医就是中医院的中医 那么中医院的中医呢我不讨论,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不靠谱 我觉得那是不,你现在在中国的中医院里面看到的中医都不靠谱 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中医,中医不是那样 那种看病的 观点,腰吃下去会不会造成肾伤,是一个致命攸关的事情 观点,王老师听说给妈妈看病的中医大夫说现在的中医药已经完全不同 中药材的种植在不同的产地效率完全不同 现在产业化的种植也让中医要达不到效果,非常正确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问题 好,慕容九思情况,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观点,我本身信 信道,相信五行等等自然 然后自学中医,自己给自己开药比较好用 自己也会根据周易算卦,自己反正觉得非常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大家记住 对中医的态度,我觉得这就很对 就是说 我首先要明白 我们采用中医的话,其实不仅仅是说我要采用中医的某一个数 而是我需要采用的是整套系统 就这位网友 他这就很对 他就是我信道,我相信中国的这个 这个道教,然后我的生活方式,我的价值观,我跟这个是一致的匹配的 我自己看看书,我自己开个药,我觉得挺好 这就对了 你跑到中医院那个,先咽个血,再咽个尿 再做个透视,拍个片子来看一下,然后再来给你开中医药方 这不扯吗 这就是真扯 如果你批评的是那个的话,我支持你 如果你讲的是我讲的那传统中医,咱们可以讨论 好吗 观点,如果中医不接受双盲实验,这个我不讨论了好吗 观点,我也是南强人,经历过靠谱的中医,所以非常支持王先生的观点 谢谢 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对于中医的观点,有一期你说法律是道德的兜底 这点我不同意,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就如同宗教和科学的关系一样 道德和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既有秩序 宗教和科学的目的都是为了探索宇宙真理 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 偶有交集也是一闪即逝,如同负债子长 是相当一部分地区的道德观 但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律是不支持的 中国人常常把道德和法律混为一谈 其实是为政权分担责任 道德跟法律没有关系吗 不对 道德跟法律是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 法律就是道德的 法律 是道德的这个 规则化 其实法律背后就是道德 法律的背后就是道德 就是维持一个道德的系统 当然法律不是道德 但是法律背后要有道德的支持 如果没有道德的支持 这个法律 是不道德的 不道德的法律才是最大的犯罪 好吗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你看天都黑了 谢谢,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